今天呢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有关呢美国律师的这个收费制度问题 那么通常呢在美国呢 大概率是有三种收费模式了 那么一种呢就是固定的费用啊 就项目本身给您一个固定的报价 另外一种就是按小时收费 那么律师呢有hour rate 根据呢实际的工作时间啊 最后给您呢出账单 最后一种呢那就是风险代理 这个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那是根据呢比如说一些诉讼案件 他一旦胜诉了当事人呢得到的赔偿金 把其中的一部分比例呢分给律师 今天呢我主要跟大家聊一聊 前两周会呢很多人可能是有一些误解的啊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说 通常来讲是不是固定收费会比按小时收费 听起来更合理 是这样子啊 其实呢我给客人成立信托的话 我在多数情况下也是提供呢 就是固定的一个收费模式的 就是我给他一个固定的报价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这个背后呢其实是 就是这么讲 固定收费和这个按小时收费 它其实各有千秋的 那么固定收费呢 它本质上也是按小时收费 只不过呢有经验的律师 他可以提前啊能够比较准确的预估 说您这个项目通常能够花多少时间 那么根据他所花的时间啊 再根据呢大概的这个费率 他呢可以呢就事先给你定个固定的报价 所以说呢固定收费并不等于是说 您可以unlimited的就是这个律师 可以无限时间的就可以给你服务啊 通常律师助理是可以的 就是如果有人你听到这样的承诺 他可以unlimited的给你提供服务 那我觉得呢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他可能公司 是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他有助理啊 paralegal啊怎么样 那律师本身的身份是不会的 第二点也是提醒大家 因为我知道呢很多人也蛮喜欢 就是货比三家啊 就是问问朋友啊 你成立信托或者你写这份文件花了多少钱 那么呢这个律师给我报价多少 那我希望大家呢在货比三家的时候注意啊 其实呢您去衡量这个价位 就是直接比较 如果两个律师同时给您报了个固定价位 其实呢您去比较他的高低呢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我说了衡量律师的工作主要是我们看时间 因为律师跟会计是一样啊 我们专业人这个专业人士 我们这类的专业人士 其实卖的主要就是时间 因为我们并不是拿佣金的 所以大家理解这个区别 那么如果一个律师给您报价低呢 并不说明您占了便宜啊 说明他呢在这个项目上投入的时间少 对 如果另外一个律师他给您报价高呢 通常情况他是投入的时间会多 所以这里又产生两个问题 那第一个呢一定会 有人会质疑说 我怎么知道就是这个律师给我项目投入的时间多 还是少 那我们一般建议呢 就是您要跟律师沟通啊 就是您要知道他的工作程序 就是他的working process 他到底是每一步怎么进展您的case的 那如果他就是律师本身 我说的不是助理啊 所以您一定要分清楚 跟您联系 实际帮您做这个case的 是律师还是助理 那如果这个律师本身他呢 就是直接跟您通话 并且呢是律师啊 亲自主持会议跟您开咨询会 并且呢他的咨询会议的时间啊 有多长 跟你实际的沟通 其实这些呢 都可以反映出来 他到底有多少时间花在您的case上了 这个是其实是蛮客观的 当然你也呢就是多问问这个律师 就是啊 我就说这个所理办事的一个程序 我们完成事情要开几次会议 我跟你要见几次面 怎么怎么样 所以呢 那其实很容易就能衡量出 有一些啊 就是出价比较便宜的 他不可能让你践踏很多次 也不可能跟你有很多沟通 对 所以真正如果衡量 我们说 这个两个律师之间 他们收费是否合理 你不要用他具体的价格来衡量 实际上呢 你要用工作时间 所以呢 这里又产生第二个问题啊 就是有些客人会说 那我怎么知道 在我这个项目上 花多少时间是合理的 那如果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律师 他就是 就是本来我可以花五个小时的 他一定要花十个小时 我怎么会知道 就是这个项目呢 那其实呢 您可以 我们说正常 您可以衡量一下风险 就比如说 如果是做信托的话 其实做信托呢 要看它的功能了 如果说 您这个信托里面 您只是简单的 比如说就是为了防pobate 我就是不要去走法院pobate 其实你也没有其他的目的 那么资产又很简单的话 那相对来说 它确实就不会说很贵了 但是如果呢 您在这个信托里面 您要达到的目的非常多 您还要省税 您还要呢 律师兼顾到 在遗产继承当中的 所得税的问题 遗产税的问题 那么您有生前赠予的问题 那么同时 您有很多房产 那您希望呢 处理就是地税的问题 就是在我资产传承过程中 我不想多交这些税 那同时呢 还有一些资产保护 就是我不希望债权人追到我 那么当您有这么多想法 也就是说呢 您希望达到目标越多的话 那势必这个信托 其实会越复杂 同时呢 律师会花更多的时间 跟你解释 它去怎么设计的 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东西 说写着信托两个字 它就有我刚才说的功能 不会的 它一定取决于 你这个信托文件是怎么写 以及您实际怎么去运作信托 那这个是很多呢 都是规定的联邦税法里面 是需要有专业人士 告诉你怎么做的 否则您做错的话 那个信托就是 对您就是 就是不起到作用啊 甚至于说 可能会给您带来麻烦 那么实际上呢 所以呢 如果反过来讲 如果您 想要达到的目标非常多 但是这个律师呢 他告诉您这个价位 没有那么高 那我觉得您其实不要相信 因为我说了 这说明他背后他的工作时间 就会很少 那么工作时间少 是不会达到 我刚才讲的那么多目标的 这个其实也是common sense 尤其是 一旦涉及到税务的东西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衡量标准 就是您想想这个 您的这个case 就是您比方做的 不管是信托了 还是比如说 您要去签婚签 参产协议也好啊 就是您去找律师 做的这个事项本身 是不是其实风险非常大 当我们说呢 像我给客人提供税务理解 那风险当然很大了 因为我们要跟税务局打交道 所以你觉得 有这么大的一个风险的事情 那如果一个律师 他只摆上几个小时 五个小时都不到 就是他的收费标准 如果只是一两千块钱 那基本他的工作时间 五六个小时 我觉得我可能都报多了啊 那你觉得 可以对付得了国税局吗 所以这是一个常识问题 我这个就是纠正大家一个观念啊 因为呢 专业服务他不像说您买房子啊 您砍砍价 那房子还是那个房子 他他不动产吧 他不会改变位置 他不会改变朝向 对吧 您最好就是多砍点价 因为您砍的越多 其实你真是越划算 是不是 但是呢 我们说律师和会计师的工作 就是专业工作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衡量的标准是工作时间 那您砍砍价的意思 就是让我们减少工作时间 那减少工作时间 其实到一定程度 那这是不是说不能减少啊 就是我讲了 有些啊 如果您觉得您自己可以做的部分 那如果您真的预算有限 您也可以自己先承担 但是通常来讲呢 要保证啊 专业人士这个服务质量 尤其在美国的话啊 我们说 其实法律制度非常复杂 税法也非常复杂 在这么复杂的制度下 然后您希望 律师和会计师简简单单的 花几个小时 就完成了您想要的那么多的目标 那那是不可能的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提醒大家啊 就是在衡量律师这个价位的时候呢 要以工作时间来衡量 不要去看表面的这个数字 那最后呢 我也说一说呢 就是按小时收费啊 其实也有它的好处的 因为我有一些客人的话呢 其实我也是会按小时收费 因为呢 这是工作性质决定的啊 就是没有办法提前预估一个价位 比如说有些客人 他就愿意说 他只要有事情就想来找我 随时随地 ongoing状态的咨询 那你说我怎么给他一个固定价位呢 那只能是按小时来算 对不对 但是呢 按小时收费 他通常是有 有这样一个好处 就是 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去找到这个律师了 因为只要您跟他通话 这个话就是计费的嘛 就是 就是律师他是可以有钱进账的 所以呢 我知道很多 客人可能会 我知道就是有一些朋友了 他会觉得 哎呀 为什么我找律师 这么困难呢 就是这个律师经常找不到 那我会跟他讲呢 其实也不是找不到了 就是 就是如果你采取按小时收费的模式 你一定会找到他的 但是如果按照固定收费的模式呢 那他跟您的这个沟通时间 他是有限制的 所以说呢 就是大家呢 在生活当中 如果需要律师的帮助的时候呢 那我呢 提醒啊 就是您的衡量啊 律师和律师之间这个收费水平的时候 要以工作时间来衡量啊 就是看他对您这个项目到底投入多少时间 那么对于项目呢 该投入多少时间 您要就是问一问这个啊 了解一下这个律师楼他的工作程序 那么以及说呢 这个事项本身的啊 一个风险 那还有您家里的特别情况啊 是不是需要 就是您希望这个律师可以随时随地standby 有这样的一些特别的需要 那这些所有的您考虑啊 就全盘考虑 才能够判定说啊 哪位律师呢 是合适的 好 今天呢 就跟大家呢 交流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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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